今天我想拍一條LV的購物分享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先說說我的近況 最近我忙著籌備我的生意 如果你看不到我在YouTube一個星期出現一次 或者看不到我在Instagram五六天出帖的時候 就代表我忙著一些 最近我忙著處理網站 以及一些很多細節的東西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或者Instagram的朋友都知道 這本生意只有我 沒有partner 所以所有事情都要一手一腳去做 但我也有請人去幫忙 處理過網站 也想pro一點 好看一點 但我自己本身的人比較厭佔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滿意 之後又去改 另外也是學業 我現在還在上學 也宣傳一下我的生意 Instagram 我也有開到他們的所有社交媒體 以及也有YouTube 我會放了連結在下面 或者你們可以搜尋 在Instagram 就是luxury fashion rentals 如果被追蹤的朋友 快點追蹤 我們先說這個賀 更新完整我的近況 首先說說我穿這件衣服 這個是LV的T恤 我現在站起來給你看 是白色的 有金色的漿 這件衣服很熟 這件衣服 其實我也有兩種不同的顏色 有紅色 以及一個淺粉紅色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 就是一個圓形 好像印章 郵票 寫著Louis Vuitton 比較長青款 以及比較簡單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白色的 T恤也比較容易配襯 再加上是白色的 一年四季也能穿到的 所以很漂亮 而且是金色的 這個白襯金 非常漂亮 但我發現一件 這件好像比起我之前的兩件 尺寸好像有點不同 好像比較闊身 肩膀 可能是白色的關係 還是怎樣 肩膀這個位置好像有點不同 但質地也是一個 不像平時普通T恤 真的很像貴的T恤的質地 這個尺寸應該是XS 如果我說錯基礎 我會打在這裡 通常我穿最小的尺寸 好了 我們講完這件T恤 講一下 可能也是講一些衣服 穿上新的東西 之後才會講包包和鞋 然後有這個塵袋 入住 而且LV轉了塵袋 之前LV的塵袋是深藍色的 是膠膠的 但現在是這個布袋 聽我的SA說 是因為CA CA說 因為之前藍色的那個 很臭膠味 所以他們又轉了這個 我覺得很好 因為這個感覺好像是搭配 現在LV的感覺 好像他們的塵袋 另外深藍色的那個 真的不知道搭配什麼 所以這個 改變也不錯 這個塵袋 非常 衣袋 非常長 開出來了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 就是一條裙 這條裙真的很經典 近鏡子 可以看到是類似烏的質地 應該是 好像冬天 如果真的夏天需要穿 其實也能穿到 這個有個扭 比較傳統一點的裙 有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叉 兩邊都有 如果可能走路的時候 不會說很緊 下面 大腿的位置 兩邊都有扭 然後後面 我先剝了這個 然後後面 有一條拉鍊 是一個銀色的拉鍊 也是有兩個叉 走路的時候 不要說爆裙 那些 然後這個裙 起初我的CD 發了照片 我也覺得 一般 因為我真的很少穿這類型 通常我穿牛仔褲 或者Dress pants 我很少穿這些 兩折 短褲 我會穿短褲 如果是夏天的時候 但真的很少穿 可能穿過 之前回到全職 辦公室的時候 會穿這些 現在沒有回辦公室 起初我覺得這個 其實不是 雖然它有很多LV logo 好像很長青款 但你看它的質地 是這個可以冬天穿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 好像不是長青款 但看真一點 又挺漂亮 有點像我後面的皮 那張LV皮 但這個是淺色 Reverse Monogram的顏色 想想想想 也是 如果夏天真的需要穿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穿 因為始終 在L.A.這裡 太陽下山之後 就冷了 所以 而且這個款 我也覺得 可能真的看一看 看一看又覺得 挺漂亮 之後就買了 而且這個尺寸 也是最小的尺寸 就是34號 但是一件事 就是平時我穿下山的尺寸 就是00號 就是00號 這個裙子有少少大的 在腰部位置 屁股的位置也可以 但腰部有一點點鬆 但後來我也決定不改 因為在L.V或Chanel 也有這個改裙 或者改褲 所有的衣服 就算我這件T恤也可以改 如果真的需要 不需要付費 但這個我沒有改 因為想一下 如果穿這一類型的裙 可能需要塞衣服 塞了之後就緊了 再加上 我也在想 我有機會會肥 而且真的不是大那麼多 大一點點 所以 也免得說去改 所以後來也沒有改 現在真的越看越喜歡 下一樣 又是這個衣服 也是同一個塵袋 已經開了一點點了 這一件就是 這件外套 是一件黑色的外套 有點像我之前買的 壓了L.V的紋 那件 但這個近看是一個 零型的 這裡有一個寫著L.V的牌子 一個皮的牌子 還有它的拉鏈 也是圓滑綠的拉鏈 然後 後面 它的帽子 有些L.V的Monogram 這個 是風褲質地 起初也覺得 這個 有一點點 近看 那些印上去 有一點點 故意退了色 起初我也在想 好不好 這個外套 但總共這件 也是長青款式的外套 所以後來買了這個 這個外套 也是最小的尺寸 就是XS 這個 後面再看真點 而且忘了給你看下面 下面有這個 索住 比起我之前的看 沒有這個索繩 裡面的質地 就是 就是這樣 有一點點滑滑的 質地 不是說是全棉的 這一件 感覺是 有一點防風的感覺 比起之前那件 就是棉質 那些 始終它也有風褲帽 的質地 可能一些會下雨的地方 L.A.很少 但是這個 感覺的設計是防風一點 還有 有一點點雨的感覺 這個 大致上是這麼多 都是一個 一年365天都會穿 然後到這個鞋 買了一雙的鞋 這個鞋比較多 這個衣服 接下來我還有兩個包包 最後才說 這個 其實鞋已經穿了 這個 是這雙白色的 我發現我也很喜歡買白色的 波鞋 然後這個 看到是印了L.V的 花紋 那些 忘記了好像穿一次 還是兩次 後面這個 有L.V Monogram 我覺得這個款式的鞋 真的很漂亮 很有感覺 卡通得來又漂亮 這個有L.V 正在中間 跟之前這個款式 出的一樣 顏色有點不同 另一隻就是這裡 我買的尺寸 是35號半 我發現L.V的鞋 也偏大半個號 所以 如果買L.V鞋的朋友 也建議去門市 去試一試 然後忘記說 這裡也有寫著 Louis Vuitton的一個牌 而且後面這裡也有他們的圖案 衣鞋底 就是這樣 到包包 就是用這個盒子 入住的 比較小一點 就是用這個布袋 而且L.V經常用這個布袋 然後就是這個 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透明的包包 我真的對透明的包包 情有獨鍾 真的覺得他們很漂亮 不知道那些很膠的 真的覺得很漂亮 這個就是他們的豹紋 這個系列 這個豹紋 這個系列 其實我沒有買到他們其他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太wild 但是這個包包 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它其實是豹紋 這個是不是豹紋 還是這個是斑馬紋 覺得好像有一點太野性 這樣 而這邊也有一個牌子 一條帶子 這個很可愛 這個 底部就是這樣的 剛才發現 底部不是很平均 沒有出到底部 但我已經用了這個 算了 沒有爛的 但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不正常 這裡好像有一條坑 粒了進去 不是真的有黑色的東西 但是粒了進去 不過也沒關係 底部 而且我已經用了 最重要的東西 平時我是會交換的 但已經用了 就免得了 好了 我們說到最後一個包包 讓我先放好這個 好 用這個盒子入住 這個比較重 這個 在這裡 聽到嗎 藍莊 其實這個 就是這個 剛才扣好帶子 而且我會放這個 collection 在這裡 因為我真的不太記得 它有什麼名字 它是之前出過的 可能是白色 不同 好像螢光色 那些 但這次出這個 是比較classic 一點的顏色 是monogram 然後也可以看得出 真的比較粗獷一點的 這裡 對 聽到嗎 聲音 而且是重的 這個是藍莊 但是我也覺得 接受得到 因為我喜歡它的 方形 而且這個款式 也不是太奇怪 而且也挺漂亮的 這個款式的包包 所以 它是最有名的 這個位置 有條帶子 在這裡 這裡是可以開拉鍊的 而且你們記不記得 我之前買了白色的 是變身一點的 也是跟阿哥的collection 就是跟那個 設計師合作 然後它 四個角的位置 也有這個釘 還有這個 好像保護著 好像是行李 所以我也覺得 頗特別 頗好 因為LV最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行李 就是他們的故事 所以這個包包 頗特別 頗有意思 旁邊就是這樣 然後後面 是沒有東西的 也可以背這邊 但其實這邊是正面 有一個很粗獷 然後有他們平時 即是LV 那條帶 唯一一件事 這個是不能調整長度 但我也試過上身 其實也剛剛好 不會太長 因為也怕藍妝 可能會太長 但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 哎呀 太吵了 然後裡面有一個暗格在這裡 沒有拉鍊 就是這麼多 好 裡面的質地 就是 有腥刮出來的質地 不是說是 好像蓉 絲蓉 不是那種質地 然後這裡可以這樣 關上拉鍊 這個 真的有點重 但其實 這樣拿 可以做運動 可能是這條鍊 這裡的關係 但真的挺漂亮 這個 好了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而且我也想知道 你們在這條牌子裡面 有最喜歡哪一個產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而且如果還沒follow我 instagram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還有我所有的social media 再加上我business的social media 快點去follow 好 拜拜 拜拜